電動車載馬子去MOTEL快煤電 要等充電的時間馬子早就冷 不用啊 電動車就是載其他人 那邊幫車子充電 然後你順便也幫他充電 電動車插頭插著 你插頭也插著 這樣就好了啊 Ultra-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幸美之鄉 您所尋找的天然好鄉 晚上好 吃飽了沒 里程跟年份哪個對車價影響比較大 認真講兩個都要關心 但是里程數我覺得比較大 CRV五代目前還沒有看到什麼小毛病跟通病 你要不要上車主群查一下 我是沒有 我很少賣五代 五代太貴了 可能五代跟新車差有夠少 跟那個奧德賽 奧德賽已經很陷入 CRV也很陷入 有人買那個價錢 沒有 最近真的很誇張 我已經講好幾個禮拜了 現在就是二手車真的漲價 我每次禮拜三 我為什麼都會講這個話題 都剛好會提到這個 因為禮拜三剛好有拍賣場 因為我們常在外面收車 那行情是會變動的 所以我禮拜三看 真的現在的車子的價錢真的很誇張 我在期待 4月會不會掉 因為依照以往的慣例 4月份是稅清期 所以我在 現在要觀察一下 4月份會不會掉價 里程紀錄停止晶片 那我講過了 那個 我跟你講 他那個都是對應一些雙B進口車的 雙B進口車 其實里程的燈載 不是只有在錶上面 所以你擋住錶上面顯示的東西 也沒意義 因為你的晶片鑰匙 你的變速箱電腦 你的行車電腦 甚至你的大燈的晶片 裡面每一個零件都會記錄 你現在這台車的里程 所以那個東西只是讓你眼睛看到的東西好像沒那麼多 那很容易查得出來 小四哥最近股票有賺嗎 沒有我股票就不輕 我就跟大家講我玩三個月覺得股票不能玩 我其實只是要體驗一下 周遭大家都在那邊股票怎樣股票怎樣 我真的從小到大活到四十幾歲沒有玩過股票 所以我就利用過年前到過年後大概三個月的時間去玩 然後有賺有賠有賠就最後算起來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我認為我那時候玩了大概 一百多萬 結果換算起來 浪費一大堆死了一大堆的細胞 因為你每天都要打開看 然後賺不太錢 然後整塊錢 我自己這樣想啦 我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把錢放在別人 那邊然後去 讓 賺錢跟賠錢這件事情 身不由己 不是你自己在控制是一件很危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會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的策略是我寧願把錢存著 我也不要 去亂投資 對於這方面我是比較保守的 因為我曾經是 也不是說曾經啦 就是以前過的 沒有 那麼傷誰 有過那種 連水電費都 繳不出來那種 日子 有過過 所以我會覺得說 安全一點 保守一點 生活過得去就好了 世代馬三跟世代富士 我喜歡馬三的原因是 是你問的是不是 沒有我的人比較 比較這種感覺 我看一台車通常我會看他的設計感 然後他的 內裝的鋪陳質感 然後我喜歡那種比較 細膩的感覺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出礦車的人 就像 G-Car跟馬三的地 我沒有選G-Car的原因 我當然G-Car是很帥 很讚很粗礦 但其實我的個性我是比較喜歡 我自己比較喜歡 細膩一點的東西 我是這樣覺得 至於你說 Focus有沒有其他好處 有 但是就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 我的例子不代表 建議你們要去買哪一台車 好不好 可以 請教說服泰座換車的技巧嗎 車子11年蠻想換的 就直接說要換 這沒有什麼技巧 我都沒有技巧的 唯一的技巧就是錢賺多一點 不然就是讓他的其他地方技巧好一點 只能這樣了 要不然我跟你講你下次 看到小事有喜歡的車你就來 談好之後你就回去說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最近剛好一台車要賣 他名字叫小事 他車不錯 顧客不錯 我要跟他換車這樣 他給我貼很少 通常換車 男人會用那些理由 比如說這個 我們要為了 這個讓我們更安全 讓我們的小朋友更安全 或者是這個載小朋友的空間更好 或是換一台比較不會晃的車 安全性提升的車 等等的 要不然就是那個 出去玩的時候跟老婆出去玩的時候 故意車子發不起來 怎麼發不起來這樣 怎麼辦這樣 快點叫脫掉車 然後老婆說不用 就跟我們當年認識 第一次約會的時候一樣 到旁邊的旅館去睡一晚 隔天起來車就會好了 不行不行 現在已經結婚了 這次是真的壞了 要不要用這招也可以嘛 開開會叼車 你看 出去玩的興致都沒了 本來要去運轉鄉 運轉鄉 會清晰黑白斷 黑白斷 清晰晰黑白斷 你們一定不知道我在唱什麼 對不對 跟老婆講 你看要出去玩 整個興致都沒了 對不對 換車 瘦這招也不錯 他說 騙說修什麼超貴 你每次車壞掉你就跟他 報告 說修很貴 然後順便多出來就自己當你用錢 放口袋 這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修久了 老婆說怎麼車一直在修 他說對啊 我又捨不得換 我為了我們這個家庭 我每天辛苦的上班 我為了你們 我只是 本來我想要這車開十幾年了 想要換一個好一點的車 讓我出去不再受到朋友跟同事的那種 這種霸凌 他們都默默看著我的老爺車都在偷偷的在笑我 那沒關係 我從來都 我從來都沒有跟你提過這件事情 我都自己吞 我自己忍受 沒有關係 我為了我們家更好 我這些錢賺回來全部都提供 讓我們 全家人得到更好的生活 車子 可是 沒辦法就修那麼貴 我一直在撐一直在忍 修久了老婆也受不了了 對不對 就可以換了 這也是另外一種方法 好不好 我跟老婆說換一台穩一點的車 BRZ開回去之後就坐高鐵回娘家了 沒那麼閃 對不對跟老婆講 我們兩個之間 我們幾十年的感情 有可能為了一台BRZ而破碎嗎 如果可以 那麼我們的愛情也太過廉價了吧 我們的愛 竟然抵不過一台BRZ 你竟然為了一台BRZ離開我 我真的很清醒 好不好你回娘家去 我覺得你也不要回來了 記得幫我在協議書上面簽字 保證人我會找好 這樣就處理了嘛好不好 GoF6是每10到15萬公里就變相問題嗎 不一定 有的很新就有了 GoF6我賣比較多1600cc的 因為1600cc好像就問題比較少 但是你如果是那個 那時候什麼1.4是不是 還是2.0柴油那個 通常都會 遇到一次至少 但是 4幾萬公里不一定有的很新就遇到了 我也想買菲亞特500E嗎 沒有沒有想 其實電動車對我的 吸引力相對到現在目前還是小的 真的 前兩天不是一台i8被拍到說什麼停特斯拉專用車位怎樣怎樣 所以就代表說現在每個車廠都要想辦法增加 他們的車位 可是當這個東西沒有統一起來 大家還是各做各的時候 那消費者就很可憐 就跟你以前買手機一樣 每一家手機的充電線插頭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都做自己的 那消費者 你買了一台車這個廠牌的車 你到這邊不能停 這是特斯拉專用 那邊沒有 那邊是奧迪的 那邊是Porsche的 比如說我說假設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一個統一的做法 據我所知他們每個車廠還是會開拓屬於自己的 專用的充電的位置 但是一定 不夠啊 有人講了你看 台灣電動車的慢充規格統一用這什麼1772TPC 其他車廠沒有辦法用 但是T牌透過轉接頭可以用這1772 目前混亂的是快充的規格 CS1 什麼什麼什麼 有沒有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統一 習慣開二手車速順開 考慮到折舊平均多久換一台比較划算的觀點嗎 我有朋友每年換有人隔兩年換 但我覺得一切取決於你找什麼年份的車子 比如說 你都 預算在50萬好了 好不好我假設50萬 現在50萬 假設我先假設可以買一台2015混動馬山 假設啦 你50萬你現在得手了 你開個一年 再賣掉那個車我預計應該還有40萬 你就可以再換當時 50萬的車再貼10萬 你就每年這樣子一直換車 我有這樣子的朋友 但是他是在開進口車的 他就每年他就準備130到150 他現在買比如說買一台CLA 開了一年折了20萬 他再換當時150的車 再貼 他覺得這樣划算 我覺得以自己的經濟狀況下去評估 你要講划算這一點 折舊的問題 我跟你講你當買越便宜的越划算 因為你買比如說你都買10萬的車 你開了一年再賣他還是幾萬塊 你買幾萬塊的車你開了一年賣還是幾萬塊 所以這個是最划算 單價越低一定是折越少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又要這個考慮到後續的保養的問題 你至少要買在30萬 以上 當然越新越好30萬40萬都可以 每年換車我覺得OK 每年換車不是夢 VOVO XC60 D50年車要繼續開要準備換什麼 沒有啊 你就把那個整個管路 大清潔都做過 然後 其實還好 XC60柴油還好 因為XC60柴油 的變速箱 油我記得是容量比較大的 所以其實他出問題機率相對是小的 所以應該是還OK啦 2000年MX5 保值好養嗎 2000年MX5很保值啊 一定是不好養 零件一定是不好找 車那麼少路上出去 你一個月一年你看不到一台在路上 你要賣嗎賣我好不好 新馬三破120囉 真狂 我跟你講 你們都不知道 我覺得現在的二手車 雖然我們一直在講說因為缺晶片缺車 所以二手車都 沒有降價甚至漲價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算是一種另類的通貨膨脹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二手車會漲價這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不覺得有那麼多人在買車 我簡單講過完年之後我覺得我的生意並沒有比去年好 而且甚至應該是比去年差 認真來統計那個 來電客的數量跟 成交的數量 利潤也好 我覺得 其實比去年都還要差 但是 市場卻車越來越貴 我不敢說我是 二手車的總指標 不是說我生意很好別人就很好 我生意不好 別人也別想好 也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 這個都是有連帶關係的 我跟你講二手車行所有經濟是這樣 你今天一條街裡面 有三間雞排店 其中一間很有名都在排隊 你覺得說因為開了這一間有名的雞排店其他兩間都吃菜嗎 不會 大家都擠來這一間買 結果這一間很多人在排隊很多人在等 那一定會有人去買隔壁的其他兩間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這個不是一種競爭的概念 只是說上升這個基數不一樣 可是要上升大家都一起上升 要下降大家一起下降 並不是說我那有個雞排店開在那邊 那我在旁邊在開店 沒生意不是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有些來 趕那麼多人 好想吃雞排 不然隔壁買一買 一吃搞不好覺得還不錯 以後變你的客人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中古車行都在同一條街 那個不一定是說好的 為什麼人家說 為什麼叫做集市的概念 為什麼要集市 不是會競爭為什麼要開在一起競爭 其實 好的時候就是大家一起好 雖然 大家看起來是競爭相同產業 可是其實好的話大家會一起好 不好的話大家一起不好 所以以我今年我覺得 業績比去年還要差 但是 我也覺得很奇怪 每個禮拜看販賣場 車就越來越貴 我出去估車我估60人家就估63 我估70人家就估70.5 價錢一直被往上加 講到這個 我最討厭一種客人就怎樣 我今天去估 比如說我估70 這個小師 我這樣 不好意思讓你一趟路 從這個 讓你員工一趟路從台北過來 比如說假設他在台中台南 這個70萬我可能要跟這個家裡討論一下 晚一點 我一定會電話回覆你 然後 我們前腳出 後腳另外一間就來估 估完那個小師剛剛估75 他也不會講70 我跟他估70 我跟他估70 下一間來說我剛剛小師汽車剛走他估75 那你有沒有興趣這樣 看他 下面一間 我看他小師估75那麼高 我可能沒有75 他說沒關係那裡多少 然後他說我可能這個 沒有辦法像小師這樣75 我可能只能72這樣子 好吧那我回去再討論一下 然後就走了有沒有 然後再打電話給小師 小師這個晚上我說要回覆你 因為剛剛我一個朋友車行有來看 他來跟我估75萬 那不曉得你這邊的意思怎樣 我跟你講75這個數字 從來沒有人出過 如果是我的個性 那75你賣他好了 不是說我們要買的很低價 我講認真的 有時候你用這一種 講難聽一點 你們都要把他講 商人有話數 消費者難道沒有嗎 他難道不是就為了這幾萬塊在那邊泯滅人性 在那邊說謊 難道他不是嗎 他也是啊 對不對所以不是商人這樣而已嘛 你可以在那邊比來比去OK 但是我覺得那我們彼此之間 不用談到 情感面 這個層次都不用好我一趟錄下去那你就算了 然後他再打電話回去給第二間 說這個 小師那邊這個 現在說怎樣怎樣不然這個你72 不要說72如果73我想說你比較近小師比較遠 他再加一萬他也好 就慢慢拗慢慢拗慢慢拗 我現在教你們這一招你們可以用 真的 但是通常 遇到我我是不加了啦 你都看錢在辦事 我要用錢交的朋友也不會跑到哪裡去啦 我最近我今天剛好準備就是 類似的東西我跟大家分享講到這個 剛才說到這個 我只是覺得有時候孤車跑到外地是我們的服務沒有錯 但是有時候我們也會體恤人家的辛苦 就像我如果叫UberE 外面只要有下雨我一定點小費 10% 20% 30% 我們要體恤人家而不是 我覺得有些人他會覺得說你就是外送的嘛 你的工作就是這個嘛你來這邊給我孤車應該的啊 你跑一趟是應該的啊 我最討厭人家就是中嘴臉 我做服務業就是街市這樣喔 我可以賣賺你的錢 我最近就遇到很多次啦 今天很多人會在網路上面 問我二手車的價格 比如說他說小事哥幾年的什麼車我問一下資訊嘛跑幾公里什麼顏色我就跟你講 這個車現在市面行情大概50萬 那我們通常我們報出來價格就50萬 現場看車加減可是加的機會 比較沒那麼高因為你車子不可能漂亮到讓我加價買 所以通常你回去一定有些坑坑巴巴使用痕跡一定往下扣你們看很多我們禮拜五的 你要賣多少的節目就是本來就很少在加價買一定是用這個基數慢慢來往下扣 沒有一台車 會緊繃到漂亮到讓我加價買 車子開進來 外表沒有傷就外整台車打開除了新車位之後還有女生的香香味 車主下來高跟鞋短裙 絲襪有沒有都沒有關係三個條件長髮大波浪 對不對今天不是陳大哥 今天陳小姐 陳小姐 你車顧得很好 好香 所以基本上我們已經把價錢爆出來了 好你外縣市算了 台中台南都沒有關係 我出了訊息比如說爆50萬 服務人員出發前還會再跟他 聯繫 說不好意思那個 比如說這個林先生 我們這個小師有在網路跟你這個報價50萬 這個價錢OK的話我們就下去OK 人坐高鐵下去 到了現場 看一看說那這個我就幫你估 這個價錢上面 我想賣55萬 小師不是跟你報50萬嗎 沒有我想賣55萬 你知道那種感覺很差你知道嗎 那天有一個報160萬吧 去要賣175 我覺得你要賣175OK 那你就不要叫我去 因為我報160而已 我落差 我就軟了小師就軟了 你知道嗎 我報太低了你不要叫我去拜託 真的不要 普利斯通 你不要叫我去啊 你叫我去幹嘛 你說被車商教的我也沒有這樣對你們啊 哪一天我粉絲專頁po32.8萬來我說沒有這還是38.8 我哪一天這樣對你們過了 沒有嘛 你說別人被騙就算你不要來弄我嘛你弄我幹嘛 我沒有在騙你們 我真笑 我只好叫我的服務人說那你再回來好了 我跟你講還有去兩趟的 第一趟去也是提高價錢提高價錢 我通常都這樣我服務人員在現場了他一趟路高鐵下去我就說好 他說比如說我假設啦因為我忘記數字 我們報17他說172我說172跟他買 然後 服務人員跟他講172沒有那個我再考慮一下 回來以後 他說好172你下來去了又說175 一次兩次我覺得那是個人行為 但是我真的 好多次我剛剛講的例子就是三個不同的例子 都是確實發生了那更多瑣碎的我就不講 還讓我們的人坐高鐵下去兩趟 我忍很久我都沒說 我真的覺得沒品要有個限度 真的啦你可以說小吃爆太便宜 拜託我不賣小吃小吃 不就笑 那個都沒有關係 你叫我們人去 因為我跟你講我們的採購人員去他有買這個車他才有賺錢 所以通常 加了一點點價我有時候忍痛好現在缺車好啦買啦 結果他又說要考慮回來 還有甚至什麼退年份的 第一次去 假設170他說172 然後我現場我就叫服務人你買了買就去一趟了 然後他又說他要考慮 我現在在忙 大老闆我沒用 不好意思你先回去我先來沒用 人家一趟路 從台北坐車下來估你的車然後你說你再忙把人家趕回家 好那個沒關係我忍 第二趟 說好172你可以來了資料一拿出來 你不是說2017年的資料拿出來2016年 那更不能買了 我不僅加價我還退一個年份 我怎麼買得下去 這家的氣息 我們都不能給他 平一顆心 小絲怎麼看威爾什密斯 為了老婆揍人 不是我們怎麼看不重要 其實這兩派 就是一個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段子 自古以來從之前的台灣脫口秀 是因為我一直在看台灣脫口秀 這一種段子到底是不是可以被接受 往往就是有兩派 講脫口秀的人認為說你不能接受就代表你沒有sense 但是不講脫口秀的人認為我為什麼我要這樣跟你講 就這麼簡單 就像我這樣講 我常在節目中雖然那個大家也都知道節目效果 可能常在虧泰山阿呆 那有時候 觀眾就是喜歡看我們這種互動 比較 比較 常看我們的 節目的人就知道 我們的關係 我們的效果 但是如果這個 第一次進來看我們影片的 他會覺得說 這老闆一直在 這個 員工 有人會這樣講啊 甚至我們已經拍了兩年的尾牙的 發獎金的影片也有人說啊 他說為什麼 發獎金不能 直接會戶頭 一定要 拍個影片然後還要在那邊 員工 為什麼 也有人會這樣子覺得啊 所以這個東西本來就每個人標準都不一樣你知道嗎 你如果站在老婆女性的立場覺得幹我老公超帥 大部分我周遭遇到的女孩子應該遇到都覺得我幹這男人太帥了 反正這個什麼 正反兩面什麼都有得說這個很難很難去界定 那另外這邊有一個網友分享 他說有一次下雨天他覺得他胎壓不夠去 加油站打氣的時候 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人 就是跑來跟他講說這個是不是可以幫他 打一下氣 然後他就把自己車放 落在那邊 走過去下雨天幫他打氣 然後那個人就幫他撐傘 然後他在那邊幫他弄半天 結果這個弄 一個輪子叫他用完因為他說不會弄 正常來講叫他一個輪子之後他自己用 後來那個人就可不可以四個都幫我用一用 然後在那邊弄弄弄 弄完之後他還發現 有人影從他車旁邊 離開 所以他就很緊張 趕快跑過去 好險他檢查一下他的車 還在東西也沒有掃 然後他就這個 跟小事講 希望小事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時候 如果你在熱心住人的時候還是要注意一下這個自己的安全 有一個新聞也是網友傳給我的 苗栗的 一個車子 打水瓢 沖對象 這個剛好符合到我上次我忘記是哪一集 有一集我有說到這個輪胎集成新的部分 反正我跟大家分享 你常常在網站上面看到輪胎六層星 我跟你講輪胎六層星基本上已經 屬於不太安全的輪胎了 我講了他的排水性他的硬度有可能已經不行了 日時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 注意一下 一個 輪胎的壽命的計算方法 並不是要用到零層星 才要換 零層三點鐘 不是零層沒有零層星 你通常就是五層六層你就開始要注意該換了 因為我就講了 你接下來 這個車禍剛好就是發生在 我的影片完之後 網友貼給我的 我剛好就是在影片裡面講到這個輪胎的部分 輪胎其實他能用的那個 壽命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那前面的三層四層 了不起後面你就開始把自己 置身在一個危險狀態當中 我自己這樣覺得沒下雨沒事 下雨更危險 因為一種說法本來 我們現在規定不是好像是多少 3.2mm還多少 反正本來的驗車想要訂的這個規矩應該是更嚴苛 更深的 可是有輪胎廠去跟監理站反應說 我們廠牌的輪胎很好 就算低於 是1.6還是3.2 我忘了 就算低於這個數字 我們的排水性還是很好 安全性還是很高 所以你不能訂這麼嚴苛 好像有聽到這樣子的都市傳說 1.6mm 對 輪胎三四層星 我覺得一個輪胎你用5年下去看 你用時間算最準 你5年下去看大概是5萬公里 1年1萬公里來看 用了3萬跟4萬以後大概就只剩下6層 我今天雇一台車就是 他還不是打水漂 他是好天氣的時候 直接旋轉 跳躍 我逼 色眼 直接在高速公路國道1號 晴空萬里 直接就旋轉胖胖忽然 可能搞不好下個禮拜 你要賣多少就會看到 這一集了 就是輪胎 至於輪胎那個看影片 你們就知道 輪胎真的很可怕 你看有人2.5萬就下課 所以我說3到4萬算是比較保守的 AWD是否比較不會打水漂 沒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你打水漂的當下 你很難是全油門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跟輪胎的關係比較大 應該是說如果萬一你失控的話 其實他是比較 有抓地力可以 救你的 但是 打水漂這件事情跟 是不是四輪傳動比較沒有那麼大關係 四輪傳動的用處是在於 打了以後 我覺得是這樣 然後看到一個人家問的問題 人家問說怎麼覺得說好像 美式的一些肌肉車 比如說像泰山那種野馬 還是那種 稻騎的 他說他看了兩三年 覺得這個車子好像價錢比較沒有什麼 變動 然後是不是說覺得這種肌肉車比較保值 呼應到我們剛剛講的 這兩年因為 我覺得 車價真的沒有什麼變動 就是因為晶片的問題 或者是通貨膨脹的問題 所以你看著他的價錢沒什麼變動 不代表他真的沒什麼變動 因為錢變薄了 再來一個就是說通常這一種車我們回來 像我們如果買到這種車 車商買到這種車 利潤都會抓得比較高一點 所以比較不怕放 就掉就掉一點點 然後就放 就一直放 真的那個動輒有時候放個半年一年都有可能 像我記得我那時候那台 CAMARO是不是 就放滿久才賣掉的 那個不能跟其他的車比 所以他的利潤一定都會抓比較高 然後銷售期就會比較長 那我倒覺得那個不是 保值 我覺得那個不是保值 而且再來一個就是 我覺得現在的一個新冠肺炎 加上不能出國 很多人的思考方向已經有一點變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還是你身邊有沒有這樣子改變的朋友 就是大家反而會覺得說 人生害害 對不對 哪一天要發生什麼事 誰人都不知道 所以要怎樣 把握當下 他可能你以前很想要開一台野馬 你沒有 沒有膽子買 因為你考慮到你的未來 要買房子 要幹嘛又要幹嘛 所以你的消費力就會被限縮 所以 現在大家的消費習慣我覺得有所改變 以前 很多人會說 我要吃個鹽酥雞 在車子騎一下 去買就好了 現在的人會說 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就叫Uber E送就好了 有沒有 你看有人就說所以我偷欠那台敞篷車 有錢拿來花為什麼 第一個房子我也買不起 第二個就算我買的起了 哪一天戰爭下來我房子也沒了何必 還是要跌倒還是要害羞 我不知道 每天在 印度神婆預言 什麼神童 每天都在預言 要第三次世界大戰 要經濟崩盤了 要怎樣 每天你說如果 大陸來打台灣 美國會不會幫忙 每天都這一些東西在那邊弄 一直弄一直弄你 你會不會覺得 及時行樂 對不對像剛剛那個要怎麼跟老婆講 要換車的 及時行樂 對不對我們今天如果為了這台車沒換 明天我就掛了我一輩子 我死了做鬼我都想著媽的我還沒換車 跟老婆溝通嘛 對不對為了避免這一種漢事發生 好不好老婆我們來換個車吧 比如說嘛對不對 小事哥是不是感覺比較喜歡白色的車 因為老婆的跟A250都是白的 只有218是黑的 因為218不能挑 218如果可以挑我也挑白的 不是白色是目前的趨勢 對啊你如果認真講的話 其實我對顏色沒有那麼大的信仰 你像218如果剩黑的 那我就黑的 他可以選我就選白的 我不會去選奇怪的顏色 因為我是二手車商 我要考慮到大眾的口味 你像我的菲亞特500我就是藍色啊 小事有覺得渦輪的SWIFE 1.0變得又貴了 貴啊 漲價了 那個車真是神車 你現在如果要買一台2019年的 SWIFE 1.0T 你那新車是66萬還是69萬是不是 反正不管啦 中古台要55萬到60萬 三年車 笑 我跟你講喔 重點來了 還真有人會買 我覺得這就是市場 我今天一台車出來很多人說好貴好貴喔有沒有 消費者很貴正常 正常能量釋放 消費者沒有在講便宜的 我賣車從來沒有遇過一個人進來說啊小事 你這台賣多少錢 不好意思這個 陳大哥我們這台是賣這個32萬8 那你家秀 這個車這麼便宜喔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賣好便宜喔 我去別的地方看都賣4050萬 你賣39萬好便宜喔 好便宜喔 我馬上去領錢 我沒有遇過 做這行20年 你就算你開債便宜他也說你很貴 這個就是這樣嘛這個是從小到大媽媽教的 不管人家開出來價錢多少你 都只能嫌貴 嫌貴是你的第一句話 好不好你絕對不能說便宜 所以我有發現 像我們這種從小到大這個生長環境裡面 我們這種這個講台語系的 台語系的這個家庭長大 像我們這種媽媽爸爸 其實嘴巴出來很少會有好話 你有沒有發現 房間那麼亂的 覺得不去搭車 有的沒有的 你很少會被稱讚 這造成說為什麼我那麼會嫌 我看到車子媽東嫌西嫌 有沒有可能我自己有檢討過啊 對不對我有檢討啊 我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是不是接不到業配 我有檢討我們 這個要推行 說好話做好事運動 嘴巴出來的對不對 都要是好的 吃飯吃吃冰冷的 紅色渣渣的車上 我這把被 打電話 今天同行打電話來講 喂 你 學到不錯喔 同行啊 我哪天會不會被開槍啊 藍老師耶 他說 小四你可以把我的故事 分享給觀眾朋友 其他的故事我很久以前就講過了 比如說這個 演戲 演員嘛 演員訓練班 賣車的 或者是那種 開店面賣車的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然後還有一個為了賣車 偽裝自己 手斷掉的 我也講過了 我那個通常就是手斷掉的那個 我那個通常就是手斷掉的那個 那個也是他堪稱 很屌的一件事情 我再去PTE看一下 什麼來歷魔光 來歷魔光就換就好了 可能沒有檢查到吧 疏忽都會有 我們有時候也會疏忽啊 我不是幫他講話 我們自己有時候也會疏忽 因為我跟你講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是品管的問題 你說我們這邊的車會不會有 遺漏疏漏的地方 其實也有可能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比如說 今天大家也知道 我們的配合廠很多 那我們每一次在交車前 我會 發派到 每一間修理廠 依照他們的工作量去安排 然後讓他們去做這個交車前的檢查 對不對 總檢查 油水電該換的 煞車來令 這最基本的皮帶 什麼 都會檢查 你說有沒有露勾過 有 我也可以跟 我是不知道他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你們講兩件的事情 但我有沒有露勾過 我也有露勾過 當然遇到這個事情 我們也會跟客人致歉 然後當然這個是無條件 幫他換好 可是 剛好也是來令片 曾經有一次也是這樣 可是你說這個事情就變成我跟廠商的事情 我就必須講 這個 最基本的 來令片你都可以 繞高 你有什麼東西是 檢查好的 我會對你產生懷疑 我相信你們每個人的工作 都會遇到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有時候只是把這個事情發派出去 下面的人做不好 或其他 他配合的廠商做不好 那就變成是我們要帶業主去handle這個狀況 對不對 那就變成我跟他的事情 你以後不能再犯 你如果 一而再再而三都給我露東西 那不好意思下次 可能 你就做不到我的 東西了嘛 我當初我住那麼大 我那時候的夢想是 我可以打造一個二手車的一個 小園區 什麼 這邊賣二手車的對不對 他可能有修理廠 有烤漆廠 有美容廠 有這個包膜的也可以啊 對不對 翻修的等等 我本來想說我租一個很大的地方 如果我可以去分租給相關的產業 變成一個產業鏈嘛 然後我在這邊 大家都 第一個大家都有飯吃 對不對 只要我生意 允許大家都有Case可以做 對不對 甚至 不夠我還可以再發到外面做 在這周遭形成一個 二手車的汽車層 對不對我本來是這樣想 好像沒辦法 還是太小 我剛講到汽車層就是這些廠商可能都圍繞著我們這個產業在生意 那如果他把我的東西做不好了 那他負責任嘛 而且你下次不能再犯嘛 很簡單 不然我就把你從名單剔除掉 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最近才遇到 有一個客人跟我們買車已經買一年半了 他跟我說他的漆 他覺得他都停車庫什麼 可是他漆就是 有一些地方有剝落 那我們的烤漆廠有好多間 那我們去電腦 查出來他這台車一年半之前 是發包到哪一間廠 負責這台車的烤漆 然後我們就馬上 幫客人 一年半了 我馬上幫客人聯絡說 幾月幾號車牌 幾號的 這個幾年的什麼車 這個車 現在客人反應的狀況 那這個廠商他為了要繼續做我們的生意 他說好 一年半沒關係 車回來 我幫你處理 你去哪裡買一台二手車一年半漆剝落回來 二手車行幫你處理的 不用錢 我就問你去哪一家買 你去原廠認證中午車買 你漆剝落了 你找他看看 陳大哥不好意思 這烤漆 總共是這個39,800 我覺得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們互相牽制 他想繼續做我的生意 他就要 對我的客戶服務好 就這麼簡單而已 這幾年來我看我們周遭的協力場有一些 人一直請 或者是他們一直擴大 我都很替 這一些協力場 開心 我們一個 小小的 二手車行 做到 讓周遭的 一些協力場都因為我們 在請人 美容店也好 汽修場也好 烤漆場也好 然後從 不用開發票到 不行喔 你們都要開發票給我 金流也清楚 政府也好啊 對不對 大家金流都很清楚啊 有些協力場會他們以前不用開發票 美容統一發票 然後你現在忽然交 因為 現在業務量大了 你叫他們開發票他們會抵抗 會抗拒 可是沒辦法啊 你要做小事的行李 你要有發票 然後慢慢的 我們也輔導他 對 我們也是他為政府服務 全部都步入一個很 我覺得 一個 相對比較 正確的道路啦 我是這樣覺得啦 也許有人會覺得 開發票 那車會變貴 可是我真的覺得說 你要更 正規的一個產業的一個 扶持本來 就是需要 成本 所以 也謝謝很多消費者體諒我們 覺得小事的車好像比較貴 至於有沒有比較貴 我不知道喔 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二手車這個東西 永遠都不存在 誰貴誰便宜這件事情 就像我之前常在跟大家分享 一樣的車你小事買30萬 另外一個地方買25萬 那真的是小事比較貴嗎 喔不一定喔 你試試看喔 你試試看 眼看看 體驗完一段時間 你才知道有沒有真的比較貴 好啦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晚安啊 10點半啊 我們要收播啦 貓貓要回家睡覺了 大家晚安